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然跟G7一样 G85的屏幕是可以侧翻的 因为拍菜通常会从比较高的角度向下俯拍 使用这样灵活的侧翻屏 不管是纵向还是横向的构图 还是高角度或低角度拍摄 都可以非常轻松的完成 不用像单反一样垫着脚扭着脖子 使用光学取景器 在G7上使用闪光灯的时候 是无法进行连续拍摄的 每次拍摄必须重新按一下快门 所以需要高速连拍时很不方便 而G85则解决了连接闪光灯的连拍的问题 只要按住快门就可以持续的拍摄 这样既可以保证每次拍摄焦点不会变化 也可以使连拍的间隔一致 避免回放速度不均匀 说到闪光 我们今天所使用的闪光灯 是神牛的V8602代 而银闪器是神牛X1G 不过闪光灯和银闪器都是佳能口的 但是这并不影响它配合松下的相机使用 因为我在拍摄的过程当中 是使用手动闪光模式 所以不会出现TTL 自动闪光模式不兼容的情况 任何带有中央触点的热靴接口 都可以顺利的使用手动银闪 相比于神牛TT685 V860使用的是锂电池供电 所以它的回电速度 要比使用四节五号电池的闪光灯更快 尤其是这种快速的连拍 对于闪光灯回电速度要求比较高 如果是TT685的话 在拍摄几张以后 很可能就会发生漏闪 而V860则可以很好的跟上这种速度的连拍 同时也可以使用更高的手动闪光功率设置 这样就允许选择更小的光圈来增加景深 或者选择更低的ISO来降低画面的噪点水平 搭配G85所使用的镜头 是松下12-35mm f2.8 这个在我之前使用GX85片吃片喝的视频出现过 因为是个变焦镜头 所以不管是需要广角拍摄电加环境 还是使用长焦拍摄菜品的特写 都非常方便 另外在35mm长焦端 最近对焦距离也很近 如果需要的话 可以对得更近 获得更多细节 当然在拍摄的时候 通常会使用F8这样的小光圈 所以呢 画质肯定没得说 放大图可以看得出来 非常锐利 如果不是为了出节目 而只是日常接单的话 我会经常使用这套组合 松下的相机 方便的翻转屏 触摸屏 再加上极快的对焦 会让拍摄的过程干净利落 不拖泥带水 而且松下的机身和镜头 都很轻便小巧 加上闪光灯的话 只需要一个包包 就能装下 不仅赶路的时候 很轻松 拿在手上操控 也不容易累 好的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了 感谢各位收看 阿布拉基手册 只做实拍 不瞎BB 再见